决定邀请陈建仁前副总统来兼任行政院长的工作 大人哥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涉及魏国 蔡总统27号亲自宣布新任隔魁的担子 将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扛下 更对新团队有诸多期许 我期许新任内阁团队是个温暖兼任的内阁 而陈建仁总统的温暖无私奉献 最合适的行政院长免选 我心里确实有相当的犹豫 我热爱学术工作 每次受邀参加公共服务工作 对我来说都是意外的生命旅程 我总是努力从台湾的需要 看到自己的责任 责任来了我就勇于承担 尽管陈面临犹豫 但陈建仁依旧义无反顾 接下重担 蔡总统也交付新团队四大任务 包括盘整防疫措施 社会照顾体系总检讨 提升国家基础建设 以及推动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而蔡总统也不忘再度感谢苏贞昌 苏贞昌就是最有魄力 最有执行力 最会做事的行政院长 要向苏院长说 苏院长辛苦了 行政院长和总统彼此之间 最知道彼此的辛苦 我也要大声地向陈院长说 爱感谢苏 苏院长你真的是很棒 而且有你台湾真好 新的行政团队上路以后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在关键的每一天为国打拼 为台湾努力 强调绝对会全力以赴 而成建仁的内阁团队 预计将在三十一号完成交接 也期待新的一年一开始 新团队带来新气象 正确李正道说 还是小组台北报道 新的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